OK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就是我們把S光 不同能量的這個S光打到了人體之後 打到人體的不同組織 它的衰減的一個現象 其實跟我們剛剛打到那個金屬的這個靶面 或是金屬材質的這個材料 它擁有的這個特性其實蠻像的 它都具有類似的狀況就是 當你的能量越低的時候 衰減程度其實是越高的 能量越高的時候則反直它的穿透性會比較強 所以它這個衰減係數呢 基本上它會是一個能量的一個函數 它跟能量是有關係的 在這個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可以再看到一件事情 請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提起有提到這個 Photoelectric跟Champton Scattering的一個差別 就是在於它們所能夠製造出來的影像對比 我們剛剛可能沒有畫圖講的不過很清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是我們想要照射的人體 OK 上面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的S光管 它從上面我們會產生S光釋放下來 理論上來講 如果今天它都能夠順利的穿過人體的話呢 OK 就是中間沒有任何的光電效應 或是Champton產生 Champton效應產生 它直接穿過去呢 它就可以在身體對側的一個感光板上面 接收到成像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有一個訊號跑過來 那如果今天萬一它產生光電效應的時候呢 它可能在中間 就被吸收掉了 它能量被吸收掉了 OK 變成是一個自由電子跑出來 OK 那這個部分它就沒有辦法穿透過來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能量被你體內吸收掉 只有這個部分會穿透出來 那我們其實最希望的就是利用不同組織之間 衰減程度的差異來辨識不一樣的組織 比如說我打一樣的光子的數量 到我們的骨頭和到肌肉上面去 那我可以知道骨頭其實衰減的數量很多 穿透的數目很少 那肌肉板子穿透的比較多 衰減的比較少 那這樣子兩種不同組織在背側 所接收到的這個光子數目就會有明顯的差異 X光就是靠這個東西來辨識不一樣的組織 好 那如果萬一產生光電效應的時候呢 如果今天一樣的 有一個光子跑進來 結果呢它產生抗承效應 我們說抗承效應產生的時候 因為能量比較高 所以把部分能量釋放給電子之後 它還有一些部分能量它會散射出來 散射出來的角度不知道 因為它跟那個光子 跟那個電子跑出來的角度 要能夠有動量守恒 所以它可能是跑這個方向出來的 這是有可能的事嗎 所以呢你可能在這個地方 收到訊號 但是就如我們剛剛說的 今天你不知道到底轉移了多少的動能過去 你也不知道今天的這個光子 那個電子的出射的角度是怎麼樣子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預測 散射的角度是多少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它在哪一個位置 或是哪一個角度的方式出來了 我會把它當成是 這邊有一個S-ray 跑過來接收到 也就是說我會產生誤判的狀況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就會降低了S1影像上面的一個 影像的一個對比 也就是說它的訊號上的差異 不是單單純只有反應的 衰減係數的差異而已 它還反應了這個 高姆森山色角的這個干擾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比較不希望看到的Effect 所以呢 我們剛剛說過嘛 這個Effect會發生的程度 其實是跟它的能量有關係的 我想要跟各位講什麼呢 請注意一下 這邊這一張圖的橫軸 來我們看一下橫軸 我們剛剛說橫軸的話就是S-ray的能量 對不對 請問一下它的能量 大概分佈在什麼地方 10到150kV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在Effect上面 比較常使用的S-ray的能量範圍 OK 在這個能量範圍 對應到剛剛那張圖呢 其實是在什麼地方呢 Rocky大概看一下 請注意一下 這邊的橫軸單位是Mega EV 百萬電子伏特 所以是剛剛的1000倍 OK 所以呢 這一個點 這個地方所擺音的大概就是 100kV的位置 也就是說剛剛那個坐標呢 Rocky大概只有在 這邊而已 這邊就是10嘛 10到150 這邊是200 OK 只有在這個range而已 雖然我們今天打到的 這個材料是不一樣 這邊是一些金屬的材料 後面這個地方是人體 但是你大概可以從這個平埔的分佈範圍 可以發現其實在這個平帶裡面 我們要用這個光電 主導S-1的摔遠作用的 其實是光電效應 這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我們希望看到的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這個東西 是這個東西 而不是這個 粉紅色這個部分的 Champton Scattering 但是儘管你不希望看到 它還是會發生 因為我們說 它其實在各種不同的平帶 都會發生 只是比例不一樣而已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 稍微留意一下下 好 所以我們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通常來講 我們不會看到更高能量的 這個 輻射 那個S-1 因為在更高能量來講的話 那個Champton Sun 所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 OK 那這樣其實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此外呢 在更低一點的能量 也不太會有 因為在更低一點的能量 發現它的衰減係數 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意思就是說 你一樣劑量的S-1打進去 有越高成分 是被你體內吸收的 那我們都知道這些 輻射劑量吸收太多的話 可能會對身體 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 這個影響 有時候是馬上可以看得到 有時候是要比較長久才看得到 一般來講 如果說劑量非常高的時候 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是馬上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像X光來講 其實劑量不是很高 其實應該說 他劑量是非常低的狀況之下 通常來講 照一次X光所累積的輻射劑量 其實並沒有很高 他大概就跟你一整年 會累積到的背景輻射劑量 不會差太多 Lovies這個Scale 同樣的Scale 所以其實不用太害怕 照X光不用太害怕 因為他所用到的X-ray的輻射劑量 真的滿少的 不過這些劑量 其實太多的狀況之下 他可能也會誘發 你的細胞產生一些突變 造成一些癌症病變 或等等之類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因此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減少這個劑量的累積 所以這句話告訴各位的是 過低或者是過高的能量其實都不是很好 最主要是要我們採取的是比較適當的這個部分這樣子 既能夠產生不錯的對比 然後又不會累積太多的劑量 到這邊有問題嗎 所以這個圖很重要 請各位一定要看懂它的意思 好啦 那既然今天打進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知道 那最後的步驟就是 我要怎麼樣去Capture這些Phantom 怎樣去把這些X光的這些光子把它抓住 因為我們需要這個東西才能夠顯像 最早來說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直接用那個照相的底片 或者是螢光屏幕來做顯像的動作 不過呢 不管是照相的底片 或者是螢光的屏幕來講的話 它其實最適合的感光源其實是可見光 對於這個高能量的X光來講的話 它其實會產生一些 它的接收效率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這只是在歷史上面我們曾經用過而已 我們很快知道這些事情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去發展出一些比較適合的材料 來去接收這個X光的一個能量 那比較早期來講的話呢 是在透明膠片上面塗抹感光的乳劑 通常是以修化銀材料為主的這個感光乳劑 所以它在感光和不感光的狀況之下呢 它會產生一些變化化學的變化 然後我們可以用洗片的方式來 凸顯出那些有感光和沒有感光的部分 這其實跟傳統的這個成像也是 原理是有點接近的 不過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那變成是說底片變成是一個耗材 你每一次在做感光的時候 做完那個曝光以後就要重新去洗片 然後放進新的這個底片 然後再來做下一次的成像 但是以現在來講的話呢 我們其實都是用一些比較 類似像那個固態的感測器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別被投入使用 我們使用的材料就是我們把它稱之為叫做閃爍晶體 Sintillator或者Sintillation crystal 它通常來講都是一些金格狀的一些晶體 共架線結構的一些晶體 它的特徵是當它感受到這個S光的力量的時候 它會把它吸收並且轉換成可見光釋放出來 它會吸收S光轉換成這個可見光把它釋放出來 而且釋放出來的可見光的數量呢 它其實跟S光能量是成正比的 然後再來它會通過一些叫做光電被針管的這些設備 去放大這些光訊號 然後最後呢以電訊號輸出 那最終我們就可以量測這些電訊號來知道每一個位置 所接收到的這個S光的這個數量大概是怎麼樣子分佈的 所以以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主要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所有的方式都是用電訊號來表示 換句話說其實你今天要看這張影像 不一定要把底片釋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呢 它甚至可以用數位的方式呢 就儲存在電腦裡面 直接用電腦螢幕來顯示 所以如果現在的這個醫學影像的這個流程 跟以往在臨床單位裡面的這個檢查的流程 是有點不大 以往你在某一家醫院照片子的話呢 它就是要等這個S光機把這個底片洗出來之後 再把這個底片拿去那個診間 然後給那個醫師看 然後來決定說你今天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往往如果在病情不是很緊急的狀況之下呢 它可能會叫你過個幾天再來看 以免你在那邊等待過久 那如果在一個比較Emergency的狀況之下 會優先處理 但是其實你還是得等幾十分鐘的一個處理時間 包含這個底片的運送時間等等的 那以現在的流程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基本上已經不太去洗片了 我們就是直接把這個電子檔案呢 直接用那個院內的這些網路來做傳輸 所以一旦在S光機那個地方洗完 就是照完了這些影像之後呢 它就會馬上把這個電子檔案 傳給整間的醫生 它可以馬上就看到了 所以你可能在照完走回去整間的路上 其實這個檔案就已經送過去了 所以這個便利性其實是蠻高的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在一般臨床的流程我們大概是比較prefer 這樣子做 除非你需要把這些影像資料帶到院外 去給其他醫生諮詢 或者是做你自己一些特殊的用途 不然我們通常都不太去洗片 那以現在S光的應用來講 我想它大概是所有的這個 普及程度最高的一種醫學影像 因為我們剛剛上次其實有大概問過各位嘛 就是幾乎應該是所有的同學 應該都有做過S光的檢查 因為它是用來做胸腔的一個 最普遍的第一線的檢查 它可以看到你 胸腔內部肺臟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發炎的狀況 或者是一些結合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所以胸腔S光其實是 最常見的一種醫療影像的一個設備 那近年來的話 它其實我們在很多地方 其實也大量的用到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骨頭的這些意外的狀況之外 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是在乳房攝影上面 那各位如果有聽到類似的消息的話 你們應該可以知道 我們的健保局 它其實開始 從幾年前開始 有免費支付 大概50歲以上的婦女 每兩年做一次乳房攝影 那個乳房攝影 其實就是用S光的方式來做的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它可以早期的去檢查出 那個衰減出這個 比較早期的一點的一個病變這樣子 那因為在乳癌在所有的癌症裡面 它的這個治療的成功率 其實抑後都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是如果你能夠早期就發現的話 這是有很高的治癒性 而且能夠恢復到原本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們才會用這樣子的投資 來去做一個全面性的衰減 所以這個其實在現在醫院的應用 其實是非常廣泛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其實也會用在一些其他地方的檢查上面 那我們剛剛說是骨折、骨裂 這個很好想像嘛 那包含了你今天在做骨折完以後的手術 我們會去看一下你骨頭恢復的狀況怎麼樣 跟你裡面冰的鋼釘或是鋼片 或是鋼條結合的狀況如何 那我們也會用X光 就是右邊這張影像 那這些人工植入物來講的話 多半它都是原子序比較高的元素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那個看到 在底面上面看到的都是比較亮的 因為在這個地方看到的比較亮 代表的是衰減成分高 比較暗的地方代表衰減成分低 穿透成分高 一般來講我們這個 X光的影像冠例是這個樣子的 那左邊這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看的其實是消化道 那你可能會想到就是說 X光其實對於我們之前有提過 X光的一個小小弱點 就是它對於所有軟組織之間的 變別能力並不是非常好 這可以回對到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 不同能量的X光打造組織的衰減參數那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同樣是軟組織的脂肪跟肌肉 它們的衰減量其實差異並不是很大 所以這些不同的器官來說的話 其實衰減的差異並不會很大 肌肉或者是腸、胃、肝這些差異都不是太大 那在這張裡面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這麼明顯的 這其實是大腸的部分 大腸到後面磁腸的部分 為什麼可以這麼明顯的看出這個消化道的輪廓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搭配一些對比器的服用 來做更好的一個影像加強 那這些對比器呢 通常像比如說以消化道使用的這個對比例來講的話 通常是以貝為主的一個對比器 貝劑 我們把它叫做貝劑 通常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貝 那一樣貝它其實原子序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X光的這個穿透性其實是比較差的 摘檢的比例會比較高 所以你在影像上面就會看到它比較明亮 跟周邊那個沒有流過的地方看起來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甚至還可以依照不同時間的看到 如果說你是用口服的方式喝進去的話 你還可以先看到食道 再看到胃 再看到十二指腸 小腸 大腸的不同的這個階段 的一個影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在消化道檢查上面也是蠻常見的 OK 那櫻床上面我們在使用X光來去做一個影像的時候呢 放射師其實最主要決定的有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呢 一個叫做KVP 一個叫做MAS KVP是什麼呢 KV很明顯嘛 這個就是你今天在X光管上面加上去的電壓是多少 OK 所以它的單位是V 是伏特 KV的話就是那個前伏特這樣子 後面的P呢 代表是Peak 你的最高值是多少 你在整個照射的過程當中 給予它的這個電壓最大值是多少 這個東西會決定什麼 這個東西越高的話 那代表的是你游離出來的電子 所感受到的電場之後 帶有的能量就會越高 對不對 因為它帶有的能量基本上就是它的電荷量 再去乘上你電場的強度嘛 對不對 所以你能夠你施以它的電壓越大的話 這個自由電子 這個游離的電子它的能量就越高 游離的能量越高的話 代表它今天在產生X光的時候 製造出來的X光的能量也可能會越高 一旦它轉移越多的動能 像到這個光子上面的時候 這個光子也就是X-Ray 它的能量就會越高 那我們講的就是那個煞車效應的那個profile的最右邊 能量最高的那個部分 OK 所以這個東西會決定你今天X光管所產生的這個X光 它的頻譜分布是什麼樣子的 OK 如果你今天施加能量越低的話 可能就集中在低能的部分 你今天給的電壓越高的話 就會提高到高能的部分 這些不同能量的X光打入我們的組織之後 根據剛剛我們那個不同能量的X光衰減的曲線 OK我們就可以獲得衰減之後的量大概是多少 最終呢我們會把所有這些能量的X光通通summation起來 來去看它的訊號的大小之間的差異 OK所以我們產生的X光並不是單一頻率喔 我們產生的是一個連續頻譜的X光 打到組織裡面我們看它的效果是怎麼樣子的 因此我們在這個地方講說 今天施加的這個電位差呢 其實決定了X光2產生X光的頻譜分布範圍是怎麼樣子的 這個分布範圍呢就會決定了它的衰減係數的分布是怎麼樣子 OK進而去決定你影像的對比是如何的 OK那另外一個參數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參數是MAS 那很明顯嘛 A就是amper嘛 對不對 它是電流的一個單位 MAS代表是什麼呢 代表的是你單位時間 一樣喔 加在這個X光2上面 單位時間通過的電核數目 就是電流嘛 對不對 那這個代表是什麼 代表的是你產生了多少次 自由電子去打那個陽極的地方 對不對 數目越多的話 產生的X光會怎麼樣 越多 不是能量越高喔 是越多 數量也會越多 所以它所產生的是intensity的變化 到底你產生了多少的這個X光 打到我們的人體裡面去 電流越高的話 代表你製造出來的X光的數量越多 Fenton的數量越多 有越多的Fenton會打到我們的人體裡面去 那這個東西決定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通常來講這些X光在體內的衰減的一個狀況 是用exponential decay的一個函數在進行的 對不對 也就是前進的距離越長的時候呢 它的衰減量會越大 換句話說 如果你今天要穿透的距離越深的時候呢 你前面打進去的訊號一定要夠多嘛 光子的數目一定要夠多 不然我今天走那麼長的路以後 大家都decay完了 那些contrast我也看不出來 我們剛剛說過 我今天能夠看到不同組織的差異 其實我仰賴的是最後接收到這個訊號 你總要有東西出來才行嘛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今天要通過30公分的人體 跟通過10公分的人體部分的時候 其實你所需要具備的這個X光的數目是不一樣的 你必須要讓它在穿出的時候有足夠的數量 OK 它的SMR才會足夠 影像的品質才會夠好 OK 所以這個東西決定什麼呢 它會決定的就是 你今天 最終訊號收到的等級是多少 Signal Intensity是多少 你收到了多少X光的Phantom 大概是這樣子的 但是呢 它也跟另外一個東西有關係 跟你吸收的輻射劑量有關係 以訊號等級的概念來講 那我當然打越多越好啊 對不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 我打越多的X光下去的話 吸收到的 我最後接收到的訊號就越多嘛 Phantom的數量越多 最終以向的SMR就越好 這很好啊 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方面 你打進去越多 在裡面被吸收的成分就會越多 摔減掉那個部分 幾乎都是被你的體內的組織吸收的 這些東西通通都是輻射的劑量 我們剛剛說過這些輻射可能會造成一些身體的不適 或者是體內細胞的一些突變 這些事情不管是什麼 應該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會希望這個劑量能夠維持在一個越低的等級越好 只要影像夠好 能夠讓你看出差異就好了 劑量的累積其實是越低越好 所以這邊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X光機上面的一個操作的一個面板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只有這兩個最重要的數字顯現在上面 一個就是KV 一個就是MAS 這個就是KVP 這個就是MAS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它的最大能量到77的EV KVP 這個是它的一個電流的一個腳 這樣 好 所以呢 放射師今天有病人進來說 他要做的決定是什麼 第一個 他必須要決定的是KVP 也就是說 他今天要先看 我想要照的是什麼樣子的組織 是胸腔S光 是乳房S光 還是消化道S光 還是手腕的S光 OK 我根據不一樣的組織以去 我想要看的東西 是骨頭 還是肺部這些結構 來決定我到底要給它多少的KVP 因為這個東西會決定影像品質 影像的對比 再來呢 我會根據我今天要照射的組織的厚度 來決定MS會多少 因為 我今天既然知道的理略是什麼東西 我大概可以推測出 它的 大概 它的那個衰減常數是多少 OK 我也知道說呢 今天 這個距離多少之後呢 以至厚度之後呢 我就知道它的衰減量 最後送出去的量是多少 那我需要多少的量 才能夠提供一張夠好的SMR的影像 根據這個我就可以知道 我到底要送多少的Phantom 進到我們體內了 OK 所以我們會根據這個 剛剛我們說過的 輻射劑量以月B 為原則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來去獲得足夠的一個影像品質 所謂足夠就是臨床上 能夠用來判斷是否正常的一個影像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X光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地方有稍微做了一點點小小的review 所以我想這個其實是給各位一個機會就是 你如果覺得看完以後不知道重點在什麼地方的話 你可以試著去回答 我在這個地方列的這個每一個項目 OK 你可以講一下就是說它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你都說得出來的話 那我想這個部分大概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以喔 那我們就要繼續前進囉 下一個的話其實就是X光的再應用 它其實也是利用X光來進行成像的訊號源 不過做出來的結果跟X光不太一樣的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Computed Tomography 它的簡直的話 有人會把它叫做CT 有人會把它叫做CAT 近年來的話CT的這個名字比較常聽到 那還是有人會把它叫做CAT 因為很好唸會變成叫做CAT 那其實在翻譯名詞上面 也有一些不太一樣的結果 那有人是把它叫做Computer Edit 用電腦斜速的Tomography 那有人會把它叫做Computer Actual Computed Actual Tomography Actual的部分的話 這個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它的影像 往往原始的影像是軸向切面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解釋為什麼都是軸向切面 為了講這個軸向我大概提一下 人是在一個三度空間的結構裡面 人也是三度空間結構 但是我們在看到影像的時候 影像其實是一個二維的範圍而已 我們眼睛沒有辦法直接接收三度空間的資料分布 所以我們都是取二維的方式來看 在這樣的結果底下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主要切的 觀察人體的這個切面方向 其實有不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這樣切 橫著切 你也可以這樣子切 你也可以這樣子切 剛好是三個維度 你切的方向可以前後這樣子切的 也可以上下這樣子切的 也可以左右這樣子切的 都有 那這三種不同的切面的話 它其實各有自己的名字 比如說左右這樣子切的叫做Chrono冠狀面 這樣子切的話叫做Saghto 紙狀面 然後這一個部分這樣切的話叫做Axtro 我們有時候會把它翻譯成軸向面 我們這裡只有講到軸向面而已 所以我就只留這個字 軸向的軸的話是軸心的軸 OK 那因為CT的影像裡面呢 我們通常來講 一開始獲得的這些影像 其實是全部都是軸向切面的影像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叫做 Computed Axial Tomography OK 我好像沒有跟各位講到Tomography這個意思 Tomography的話其實就是斷層掃描的意思 就是你可以看到人體內的各個不同的位置的結構 這一個字的翻譯的意思是這樣 Tomography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CT裡面或是CAD裡面 跟之前所講的X-Ray最大的不同就是 X-Ray其實是projection的結果 投影的結果 我們圖還留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是我們知道X-Ray的光源 然後以固定的方式投影下去 因此呢在背光板上面或是在這個X光板上面呢 每一點所接收到的資料 其實紀錄了整個投影路徑上所有的資訊總和 你看到的東西其實是所有的東西疊在一起的結果 沿著你的投影方向疊在一起的結果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分辨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因為所有的資料都被壓縮在一起了 但是Tomography跟X-Ray的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判斷出直接知道這些組織 在體內的分布是怎麼樣子的 也就是說它不會受到投影方向的限制 它可以知道它的分布圖是怎麼樣子 所以想單然而CP其實是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結構上的資訊 所以我們把這個 以中文來講的話呢 台灣的醫療機構通常是翻譯成電腦斷層掃描 有時候也會講斷層掃描 所以這個名字上面的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既然講到斷層掃描 我們就來稍微提一下例子 其實從19世紀末 從這個軟情發現了X光以來 其實在醫療影像上面的應用 它的進步一直都是很有限的 一直到了1970年代 Sir Hansfield 他是一個英國的科學家 提出了X光的那個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斷層掃描 Computed Tomography之後呢 才產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月鏡 我們開始從projection 邁入了image的domain 邁入了這一個 我們說的Tomography的這樣子一個domain 這是他的照片 他這個概念大概是在1967年的時候 開始提出來了 然後一直到1971年的時候 開始有第一台機器出來 那1972年是公佈的 就是Purpose的這個日期 所以我們以1972為主這樣子 它被譽為是軟情之後放射線界最偉大的一個進展 最偉大的一個進步 因為為什麼我們剛剛說過 它其實讓我們的這種飛行路的事情 像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你可以看到組織的分佈 而不是投影結果而已 那它到底怎麼做的呢 它其實還是使用的還是X光 只是呢 我們剛剛說X光 其實它紀錄的就是這個 整個穿透路徑上面 資訊的總和嘛 所以你得到的是一個summation的結果 你不知道它在不同位置的時候 是怎麼樣子 那Hansfield就想說 我既然一次掃描 我可以知道這個路徑上面的結果 那我以為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藉由著改變入射的角度 我就可以知道不同方向的累積結果 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SRAM 我移動一下角度 從這個地方照 從這個地方照過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知道不同的路徑 它所投影的結果是多少 那如果我今天把每一個位置上面的衰減資訊 當成是一個位置數 每一個位置上面的衰減特性 當成是一個位置數 那我改變不同的入射方向 其實就是在改變不一樣的 這個投射的路徑嘛 對不對 我就是在累積不一樣方向的這個結果 換句話說 其實我就是針對不一樣位置的位置數 來去建立一個方程式 等到我的方程式夠多 多到至少要跟位置數一樣多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個位置的部分給解出來了 所以它的概念其實就是這個樣子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前面都要加一個computing 這一個是 因為我不是直接得到這個影像 我沒有辦法直接得到這個影像 我必須要得到很多個不同方向的投影結果之後 經過了高度的計算 複雜的計算以後 我才能夠得到這個組織分布的狀況 所以我需要很高的這個運算的能量 我才有辦法得到這個結果 以圖片的方式來表示的話 就有點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X光2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今天我打過去的時候 我不是全部全面性的打 我其實是可以分成很像 很多細線數的X-ray 打到整體的不同位置 那我打一條細線數 其實基本上我就去記錄在這個路徑上面 所有的衰減 所累積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剛剛說 如果你把這個每個位置 不同位置的衰減係數 都當成一個位置數的話 那你等於是把這些位置數 整個累加起來 得到一個equation 因為我可以接收到最後衰減的殘存量 最終的這個衰減的結果是多少 所以你等於是 對這條路徑上所有的衰減的位置數 下去做一個equation 建立一個方程式 那不同位置呢 就有不一樣的方程式 在旋轉之後呢 得到不一樣的資料以後 你又可以獲得其他不同的方程式 所以你只要累積的角度夠多 不同位置入射的這個細線數夠多 在數量夠多的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解出 你想要的這些位置的函數 OK 所以右邊這張就是CD做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它跟剛剛的頭影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 怎麼說 你看到的是 組織在空間中的分布 而不是只有頭影的結果而已 以往來說 在X-ray裡面 我們非常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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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拿X-ray 來直接去造頭部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頭骨的衰減長數非常高 然後呢 頭不管從哪一個角度造下去 都會經過頭骨 所以 我今天不管從那個角度造下去 我在背後接收到的 其實都是頭骨所造成的衰減 我根本看不到裡面的腦組織到底有什麼變化 OK 但是呢 在CD提出來以後 這件事情就改變了 因為我可以知道不同衰減的分布是怎麼樣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把CT拿來用來造人的腦部 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地方 的確看起來很亮 衰減係數其實是很高的 那裡面呢 有些衰減係數比較低 有些比較稍微介於之間的這樣子的一個物質 OK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分布是什麼樣子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差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這個 Sir Hunsfield 在1972年所提出來的這個原型機 它不是真正的實機 它只是一個Prototype而已 它是一個原型機 各位可以稍微看到 就是右邊這個 這個是彩色圖片 這個是當時的黑白圖片 它們其實是很像的東西 它 因為是原型機的關係 所以它跟實際的機器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的設備裡面看得出來 是人躺在一個平台上面 這個X-Ray Tube 它會繞著人去做旋轉 因為它要獲得不同方向的投影結果 在這個原型機裡面它反過來 因為它要做那麼大的機器有點太累了 所以它其實是裡面的頭轉外面不轉 所以它中間放的是一個人腦的一個表本 OK 這個地方它會轉 那外面這個X-Ray Tube 還有它的這個接受Detector 它其實是固定不動的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獲得不同方向的投影結果 這樣子 所以真正動的是中間這一塊 那這一台1972年產生的 提出來的這個機器呢 我們把它叫做EMI Scanner 大家知道為什麼它叫EMI嗎 它跟我們剛剛講那個 Computed Tomography 或者是Computed Axial Tomography 好像都沒有關係耶 EMI是什麼東西 X-Ray 我們剛剛說X-Ray也是電磁波的一種 電磁波是什麼 EM wave 對不對 Electromagnetic wave 那EMI是不是Electromagnetic imaging呢 使用電磁波所產生的影像 還滿make sense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不是 EMI的卷寫是這一個 Electromagnet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 大家有聽過嗎 其實你們應該都聽過 現在很多唱片公司嘛 有一家叫做EMI有沒有聽過 還是現在大家都不太買唱片了 所以也不太知道他們的名字叫什麼 欸醒醒齁 我們那個 你在聽那個音樂的時候 很多不一樣的公司嘛 什麼Sony啊環球之類的 有一家叫EMI 這個是它的簡寫 它其實就是Electronic and Musical Industry的簡寫 那這台機器怎麼會跟他們扯上關係 原因是因為EMI其實在當時 它的旗下有一組很有名的藝人 各位保證都知道 叫做Pittles Pittles 他Pittles很紅嘛 賺了很多錢對不對 所以EMI的那個 這個公司裡面現金滿滿 他就在想說那怎麼樣子 對這個這麼多的現金做有效的運用 正常人就會開始想到了 想要賺更多的錢嘛 所以你要投資 對不對 他就投資在什麼部分呢 他把部分的資金拿去投資 在這些醫療的應用上面 醫療設備的發展上面 所以呢 這台機器其實 它其實有收到部分的贊助來源 是來自於EMI的公司 當時的一個center 所以他就把這個scanner的名字 命名為EMI Scanner 所以有一種說法是 其實這個是Pittles 留給世人的另外一種遺產 除了音樂以外的遺產 因為是用他們賣唱片賺的錢 投資之後所發展出來的產品 不過這種說法其實是比較美化的一種說法 因為其實在這幾年有另外一些文章出來說明當時的狀況 其實的確他們有收到一些 donation 沒有錯 但是這台設備的主要的研究支柱來源還是英國政府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錢都是EMI那邊出的 他其實只有出一個小部分而已 其實主要的還是英國政府出的一個錢這樣子 總之還算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給各位稍微聽聽聽這樣子 所以這個機器之前前身第一代 其實是叫做EMI Scanner 後來才是改成CD的 最早在1972年或1970年代 所產生的scanner的商品 其實長得像這個樣子 左邊這個樣子 各位也知道我們需要CT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是需要那個X光Tube 繞著subject這樣子轉 繞著你想要照的這個目標 這個組織或是這個人體這樣子轉 以當時的技術來講的話 其實它能夠繞的範圍並不是很大 所以只有頭能進去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當時的CTE開始發展出來的時候 你其實只能照頭 其他地方都不能照 你只有一種選擇 所以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躺在上面 然後頭塞進去 這個洞也只能塞頭進去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以進去 OK 右邊這張是當時收到的影像 當然也是頭的影像 不過如果不講話 各位應該看不出這是一個頭吧 它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那個現代CTE的頭部影像 其實有影像品質其實是差滿多的 不過約略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你可以看到YP圈很亮 這是SCOUT的部分 然後這個裡面的話 有一些蝴蝶狀的一個比較暗的陰影 這個是裡面Ventricle腦式的部分 因為它裡面大部分含的是水 那水的那個衰減係數是比較低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看起來比較暗 不過除非你對它的腦部的結構 已經有一定的認識 不然其實你會覺得這張影像 看起來還滿遜的 主要是因為它的SMR其實不是很好 再來呢 它的解析度其實滿糟糕的 這張的解析度只有80乘以80 80乘以80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它的成像範圍裡面 它把橫軸切成80個本分 縱軸也切成80個本分 換句話說它總共有幾個像素 請問一下切成80乘以80是多少像素 來 這個同學 6400很好 其實我只是沒聽到而已啦 你講的是對的 6400像素 請問一下你今天你的手機 照一張影像的話是多少像素 500萬到1000萬像素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解析度有多糟糕了 它連1萬像素都沒有 它是6400像素而已 OK 那以現在的那個 以現在的這個醫療的CP 它的等級來講的話 大概是可以到512乘以512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即便是512乘以512 你乘起來大概是25萬 跟你的數位相機的那個等級 還是差蠻多的 OK 那512 512的這個像素 所對照的這個 每一個像素的尺寸 也就是說你能夠辨識到的 最短的距離的話 大概大概是 0.5到0.2個mm 所以它其實達到影像解析度 對人體來講已經算是蠻高了 OK 它的Pixel Size大概只有0.5個mm 這麼大而已 但是看一下當初 當初其實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解析度其實是不太好了 當初只有80乘以80 而且這個品質看起來還蠻糟糕的 不過對當時的人來說 已經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進步 因為他們是從沒有到有 OK 請記住 從沒有到有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 一個GAP OK 當時可以看到這張影像 是一個很大的GAP 然後呢 其實你也可以想像的出來 雖然它只有6400個像素 但是其實 就影像的計算來講 其實也是非常困難的 什麼意思 6400個像素 代表它把這個影像的成像空間 切成了6400個等分嘛 對不對 換句話說 你的影像裡面有幾個位置數 你的位置數的數目是6400個數目 位置數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 每一條projection line 它其實是對於它的投影路徑上面 做一個方程式嘛 對不對 它在記錄它整個投影路徑上面的 衰減的總和 我們只是在改變不同的方向上面 改變不同的投影路徑上面 得到不一樣的衰減總和 OK 當你的equation數目越多的時候 足夠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解出所有的位置數 位置數是什麼 是每一個地方的衰減函數 每一個地方的衰減係數 所以這張影像來講的話 它其實位置數就已經有6400個位置數那麼多了 6400個位置數至少需要幾個方程式才解得出來 一樣 6000多個方程式才解得出來 而且你要怎麼解這個方程式 請問一下各位 你這輩子解過最大的方程式是多大 4個位置數的方程式算了不起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不需要算一個4乘以4的矩正的反矩正 現在你算反矩正的尺寸是6400乘以6400 而且還有可能更大 你就知道在計算上面所需要的複雜程度其實是很高的 起碼就以現在的軟體科技來講的話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直接去算一個反矩正 就是用硬算法用暴力法把它算出來 你也沒辦法 要不你可以試試看 你就輸入一個1000乘1000就好 不要6000乘以6000 1000乘以1000的反矩正 你叫MateLab去算 看它能不能算得出來 OK 其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時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運用了一些特殊的演算法 才有辦法得到這個影像上的結果 那以當時電腦的運算能力 其實當時的電腦跟現在的電腦完全不能比 當時的電腦可能大概一台就是 我們叫是一半大了 跟現在掌上型桌上型的電腦的尺寸 完全不是同一個本職任 OK 以當時的電腦的能力來講的話 算出這張影像都會知道多久嗎 如果看的數據沒有錯的話 大概是要幾分鐘到十分鐘這個scale 算一張影像而已喔 用電腦算 要跑那麼久以後才出了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知道 其實它所需要的運算量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才會在前面夾一個computed這個字 當時的人來講說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以現在來講當然 隨著我們的硬體科技的提升 那個不管是CPU的脈衝 或者是RAM的提升等等的 或是影像法的提升 這些對我們來講已經不太是很大的問題了 所以以現在的CD Scanner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它的尺寸其實蠻大的 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要進去都可以 那不過在整個使用的概念上面跟之前是一樣 就是人躺在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依照你今天想要照的這個切面呢 把它送到適當的位置 OK 那右邊這個是我們現在拿出來的影像的一個品質 解析度啦或者是SNR上面 其實都有非常巨大的一個提升 OK 那當初這個Sir Huntsville發明這個CT來講的話呢 他也因為他的這個貢獻拿到了1979年 其實還沒有隔多久 當時就拿到了諾貝爾獎 因為很明顯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跟他一起獲獎 還有另外一個數學家叫COMAC OK 這個是一個美國的科學家 因為他 我們剛剛說過 你現在要解出這麼龐大的這個位置數 他其實需要一些特殊的演算法 所以他是在演算法的部分 有一些卓越的貢獻這樣子 所以才能夠獲獎 不過呢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他們都不是第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 只是他們是第一個把它真的做出來的 其中呢 我們在偶然的這個歷史的追溯裡面 我們就發現其實在1961年 沒有很久喔 十幾年前而已 有另外一個人 Odenzov 他其實就有發表過防體的實驗 OK 只是他那個時候也是提出一個概念而已 他沒有辦法很友善的把這個影像解決出來 那甚至在這個CT裡面所使用的這個演算法 他的這個數學 在後來以後我們才突然發現 其實這個早在1917年 就有另外一位數學家提出來 叫Oden 他那時候就提出一個數學的模型 叫Oden Transpone 他們就在解決這個問題了 OK 所以其實他們這些概念都不是最新的概念 只是他們在當時第一個把這些東西結合起來 然後做出食品 所以這樣子的成就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說明了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數學家很多蠻厲害的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只可惜當時都不知道怎麼用 過了好幾年或幾十年或甚至上百年以後 我們才能夠把它真的imprint出來 好 我們先上到這個地方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一下 GP的影像要怎麼樣去重建